给予流营阵 这个伤害是真的离谱 更离谱的是这么高的伤害 还很容易就能全部打出来 实战的效果简直惊艳绝伦 以主宰为例 这一套小技能过去 打出来的伤害将近3万3 光听这个数字你可能没感觉 那么咱们直观一点 这相当于隔着一个屏幕 咱只要碰到脆皮一下下它就没了 因为一般的脆皮生命值也就是6000 而3万3的伤害足以完成6次击杀 那么这里是详细的出装和名文 兄弟们备战完赶紧拿去上分 这个玩法的优点1 二技能长住1200的护盾 加上日暮面具虚无提供的生命值 让银阵脱离了脆皮的范畴 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出其不易 能顶着敌方刺客的伤害 把它给反杀了 优点2成心快 前期回响帽子反转棒的组合 能极大提供你的爆发和容错率 因为银阵的伤害模式 它就是少量多次 单个技能拎出来62点伤害高吗 不高 那如果你技能放歪了 不能持续命中 那你的伤害就是62呀 所以要想伤害高 你必须得持续命中 对于新手来说 这个门还就高了 但是咱们先做了回响 即使你开大以后 只沾了对面一下 大招命中率还不到10% 但一样可以让敌方的脆皮 失去战斗力 这就是先做回响帽子和日暮的好处 先做面具就只能是挂杀了 但面具还是要做 后期做 这个时候你的伤害 即使是15G60装的项羽 只要咱们技能准一点 它一样也是扛不住的 理论说完 咱们实战搞一手 当对面是呆射呆法的时候 那么你选银阵 这一把就赢了一半 因为你的技能几乎能全中 加之手还长 所以敌方的呆射和呆法 面对银阵 生存空间几乎为零 反正你遇到共存离了 诸葛亮了 那么你选个银阵 不用想 效果肯定不好 上这一波蹲到敌方的法师 韩信给了一点控制 咱们的伤害几乎打慢以后 打击损干暴炸 回到线上 发现敌方打击的血量不健康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银阵对于呆法的统治力 只要有机会 一波就给你带走 尤其是当咱们 建立了一些优势以后 上这一波 敌方的中魁和鲁班 两个小短腿小手塔 不可能的 这一波是有中魁分摊伤害 但下一波 鲁班就没这么好运了 游戏时间不到八分钟 满血就是斩车线 或许一些法刺 司马懿 婉儿之类的 这个伤害他们亦有 但他们手短就不说了 其次还需要自身入场 而银阵呢 隔着我们老远 把你给秒了 甚至于敌方粗心一点 没有注意小地图的话 他还没看到银阵 他就没了 这边 敌方被我压制半天以后 关羽看不下去了 他想切我 但是很遗憾 抹得什么用 这个场面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机枪怼脸 头都给你打歪 逆风手夹 顺风压塔 对面的脆皮 站一下就没了 敌方的坦克也顶不住 这就是给予流银阵 优点这么多 缺点有没有呢 有 就是当敌方阵容 特别热的时候 敌方说上路连坡 辅助项羽 打野阿姑朵 那么这个时候 敌方可以分摊 伤害的人太多了 他们的肉往前面一站 那么咱们就尴尬了呀 大招飞剑可以被挡嘛 所以敌方的后排 咱限制不了 第二个是 集火对面前派又不合适 其实你集火了 对面一分摊 你也不能秒一个肉啊 甚至于逆风了 对面坦克保一下线 那么连兵线 你还清不了 这个时候就非常混了